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各位朋友 收听我们FM102.8民间电台 今天就是一个特比节目 就是关于民间电台参加2011年的 区议会选举的一个特比节目 今晚就有两位代表民间电台出选的兄弟 第一位就是陈德章 另外一位就是肯仔 张禁虎 不如这样吧 我们聊聊天 告诉我们的听众 包括你们将来会出选的地方的朋友 为何你们会参加这个区议会 大家聊聊 我回头要问向你 你是民台最早有想法的人 道理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一个社会分子 对社会事务通常都是 关心性是比较长一点的 其实我们见到一般的 甚至乎你说政党 或者一些叫独立的人士 其实他在地区的服务 基本上大家都是大义小义 但最主要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当你当选成为一个议员的时候 其实你和居民街坊接触的渠道是不足够的 比如我们见到地区上有些议态 需要拿街坊一些意见的 我们见到一些区议员可能在街上用一些很短的时间 希望拿到一些居民的签名或者支持 让他可以拿到这个意见 去争取当区应有的一些所谓社区设施 但是你知道香港人的工作是很忙的 即是他可能早出晚归 可能回晚上工作 晚上出去睡觉 那相关地区设施 对这个居民来说 其实他表达到意见的机会就不多 所以我们的民间电台 其实想尝试用一个新的方式 透过一个社区电台的运作 令到区议会的服务 可以更加 即是怎么说呢 更加全面化一点 可以多些听到街坊和市民的意见 因为你知道 建设一个社区 其实除了一个区议员之外 其实社区本身居住的居民 他的意见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他每天继续生活 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那不如反过来我问一下你 其实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派得来 代表民间电台去参与 其实我也知道 你本身心里面是一些概念的 那我趁着这个机会 不如用你的口证 和你的说明说 作为一个包业 是一个注册社工的我 我会觉得做地区的工作 其实除了传统 就像你刚刚说的 例如区议会的议员 会开个办事处 即是朝那晚六 在这里一个星期有五日 开放去服务街坊 定期搞一些活动 或者有些人喜欢派一下东西 之外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好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怎么可以增加一个平台 可以令到多些 真的不同的地区的声音 可以收集回来 也都透过这个议员 去到带到他的议会里面 同时间议会也是 很多人都会说 就算立法会那些直播的会议的过程 都不是很多人会留意的 更何况区议会 但如果大家说要上去网上 去听一些区议会的一些 开会的一些录音 其实呢 如果你这样听都觉得 挺有趣的 你听到那些 特别是一些传统的 建制派保皇那些 开会 哇 好像区议会变来吹水会 那些很容易就会批出一些 扶款出去去到一些工程 或者很多议题都没有深入的讨论 讨论就会有一个 结论出来 所以我想 如果能够一个地区的电台 一方面可以拉闊到 去收集一些地区的声音 然后透过一个议员 可以传达去议会里面 亦都去透过个案的跟进 去迫使政府 可以听到一些民意之外 亦都将议会的透明度可以增高 比如在地区里面 将一些议会的 就是讨论 一些很关乎民生的事项 可以向一些居民去传播 甚至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到时候 议员办事处开放的时间 可以增加一些夜晚的时段 星期六日的时段 方便一下居民 那些居民 就可以有时候 在街上撞到我们 在一个区里撞到 我们的区员 是什么 我见为一个民间小记者 拿着个麦子 就要踩回街坊 踩回商户 比如说相关的人 你这个区有什么意见 不同的事情 或者可以呼吁 一些居民 带上来的节目 亦都一起讨论一下 譬如现在政府 经常说的咨询 很多大的政策 去出台的时候 那你怎样可以多些咨询的渠道 听一些不同的人的看法 可以有这些方面 可以做到 这个是不是可能 是一个变相的声音公投 就是一个地区事务 那你进去的咨询会 又霸不到位 这些位就被人霸了 或者开两场 或者那些高官 有时都不是 每次都会落区 或者落区议会 但是如果有个电台 又可以给民间 去发表声音 那这些可以配合网络世界 把这些录音 录影的片段 放上去 我觉得可以引起 不单止年轻人 其实很多街坊 会对公共的事务 对地区的议题 会多些公民的参与 那你讲到社区电台 又有用 那你做拙择社工 都可以帮很多人 我听到很多市民的声音 为什么你不去乖乖地 社福机构做 要代民间电台参与 教社区电台呢 其实我呢 因为03和07年 都参与过区议会 但我觉得自己 都是要装备一下自己 去走更加长远的路 去了读社工 但读完社工之后 到现在这两三年 我发觉很多旁边的同学 虽然他们都找到一份社工 有些好玩 不幸的 可能进了社署去做 那但是呢 就发觉呢 很多都会说 哎 我们去做社福机构的社工呢 很多制抓的 机构又说 制你不可以 就算是下班 或私人时间 都不可以去游行的 或者你做地区的工作呢 千万不能组织街坊 去做什么示威啊 各样东西 你会发觉 很多社福机构 为了要拿着政府 长期的勃款 或者要争取一些社会 什么企业啊 什么银行啊 什么赞助啊 就要做好形象 于是定期要搞很多 大型的活动 请一些 就是什么 社会的名流啊 那些人来展彩啊 亮灯 于是我就会听到很多 不论是社工的前辈 或者同学同届 不认为同学都 很多怨言 特别是一不过活款之后 整个社福界 都有一个 很不健康的现象 于是我就会发觉 如果我们继续听 其实都接触很多 过往这么多年做社运的时候 接触很多弱势社群啊 很多草根阶层的人 是很多怨言啊 很多生活的困难啊 但是你发觉 一个一个的个案呢 加上其实你会发觉 是什么呢 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这时候我就觉得 可能我性格 是喜欢做一些 相对难一些 很多人说做仓义啊 做改革呢 是会难一些 反而要做社工去开组啊 做辅导 就是简单 但是我觉得 如果制度不变呢 你再听多少人 很惨的那些个案呢 都是没什么帮助了 所以我就觉得 也都要出来参算啦 希望透过这些政策的仓义 希望在选举的过程 大家多一点讨论 甚至可以赢到一个席位的时候 未来四年就有很多资源 就配入一个地区的电台 就可以去希望 在一个小区 开始可以去 发出更加大的声音 在这个制度里面 可以帮到更加多的人 所以帮人也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那你也很有趣啊 Derek Derek 阿欣请留说了英文 但是街坊也是叫我Derek 陈德章啊Derek 我知道你好像刚刚 刚刚下机没来而已 你读在外国留学回来 那你读什么呢 还有你怎么又会参选呢 嗯 其实我先教读一下 我刚刚在美国华盛顿大学 政治系毕业的 政治系 政治系 就是一些很兜 香港未必找到一份好工的工 那又为什么选政治来读呢 其实 是我其他身边的同学 都选专业的 比如会计啊 读医生法律 那为什么选政治呢 就是首先环境影响 好似03年71到明居峰 当时你跪根啊 当时我其实喜欢的 就是沙士那年 跟着就觉得 究竟这个社会 国不公义 那我们是否应该 做人要为理想做些事呢 而不是真的好似乖乖地 玩份专业的工 那就过一世呢 我希望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事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可能很天真 其实是一个理想和信念 那你03年 如果见到沙士的时候 对你有那么大反应 那你如果要用一个服务角度来讲 那你做医生 其实都可能很好的 不是的 你读政治系 医生起码 应该高过政治系的毕业生 那譬如这么说 好像文家电台的出现 那似大给了一个希望 就是一个学博不理想的希望 不如这么说 其实如果我没记错 我应该是08年 是否在07年还是08年 接你呢 我和你 应该是07年 08年 昨天我认识你 那时候你还有一个中学生 不是 那时候刚刚入大学 那我怎么认识你呢 08年 牛哥选港岛区 他会选他的时候 他来做二高明 哦 我支持牛哥的开放大气电波的运动 哦 即是不准议回来 就立刻将你所学的 希望可以应用出来 是的 就是看不自装 那如果开放大气电波的街坊 你会不会是一个支持分子 其实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和街坊解释 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开放大气电波运动 其实是一个公民不服辞的理念 那他们就会怀疑我们 質疑我们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 非法广播是破坏法治的 那我们就透过这次参选 和成立社区电台解释 一个公民抗命整个精髓的精神 是在于 你违反了一些不公义的法律之后 你是必须要去遵守他的承罚 和接受他的审讯 无论坐监或坐监或罚款都好 这个才是对法治精神最高的敬意 这个才是以得服 你这条书包扔得挺漂亮的 当然了 这个要称的就是马丁努德金 在那个百名抗监狱回信里面的一段说话 是 证明你这几年看着你一路一路进步 我当是一个叫做罗云家努力 有点安排的 这些不是的 那你现在当现在派我们出去都有一些 不不不不 一向我们 其实我一听到我们电台的节目都知道 其实有些义工 例如好像Derek那样 一般来说他在读书 回来的时候就帮我们做很多宣传工作 张锦鸿阿镜仔在文坚田楼做节目也做了很多年 我们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基础 和我们对你们的行为其实也是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们就选了你出来 又讲他老实也是你们肯的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一件事 就是说社区电台对香港的好处是什么呢 例如我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说天水围 有些街坊 他就很喜欢在公园唱歌 公园唱歌 当然了 你知道香港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你在公园唱歌 就会被人抓被人告的 公园就不可以放手 又不可以挨单车 又不可以跳起 又不可以跑步 不可以睡觉 我去公园做什么呢 是吗 我去回家 请到公园都希望服务人 那透过一个社区电台 就是说除了一些所谓的康纳活动之外 例如一些所谓的地区的文化活动 都可以透过社区电台去服务一些街坊 令到大家 即使说不可以难听 例如就算你唱歌很厉害 那公园不让你唱 那你就可以透过一个所谓的社区电台的渠道 去发放你的信息也好 或者发放你的音乐编才也好 或者主送很厉害 这些就是社区服务的地区项目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 要特地找人去参选 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地区资源 才可以建立社区电台呢 我想这个陈德章可以答我一个问题 其实很远外国有些地方 比如一些偏远的市镇 如果人口到了一定的数量的话 其实政府是会要求这个地方 那些方不方便你自己开的地方的社区电台 那如果你资源不够 政府其实是有责任去撥款 去给这些地方 去建立一些社区电台 让整个社区就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因为大家知道在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整个社区的人 尤其是美国的所谓那样大的地方 即是隔壁屋 可能在说十几分钟的 那你都不知道隔壁发生什么事 但香港亦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住在你隔壁 隔壁的墙可能是几寸的 但你都不知道隔壁发生什么事 所以很多家庭暴力问题 社区这些所谓民生问题 所以很多社区就不能够发挥一个 互助互外的一个效应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建立民间电台 以及推广民间电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其实你讲得很对 因为好像以我现在参选的选择货碳区来讲 那他去马会就会在马场里 轻点一座牌公大 那他就55米高 无论是员工或者工程进行当中 都会影响居民生活 但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社区电台 搞到他的讯息很混乱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像落居叫咪 派单转的时候 很多街坊的居民都不知道这件事 而且你讲的是如何凝聚一派居民 其实这个是社区电台去发挥这个角色的 好像不同屋院不同业主要的发表 是很难沟通的 是啊 没错 甚至是代表你的区议员对这个工程 他自己本身的立场 其实大家都很难触摸得到 因为说区议员是代表你一赢港的路 大家选民好清楚 有什么时候会见到你的区议员 见到的机会真的不会太多 但是如果有一个社区电台的话 你随时可以将整个社区阳光化 你做的什么都要在大气店里面 告诉你的选民 没得逃避 没得在这里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在每四年一次的区议会选举 你的选民就很容易选择 应该哪一个人可以代表你做你的区议员 那说到这里 那我们出选当然是什么要有口号 你这么多想法 你这么多想头 的士路 你有什么想法 是运家电台不明白 是不是这个突破封锁主动出击 突破封锁主动出击 突破封锁主动出击 就是我们民间电台的成立之初 到现在的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 如果你要立正一个言论自由 香港不会七八万都是信民 甚至会有些人 举例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会用一个主动的方式 用一个温和理性去争取我们自身 本人应该会有的所谓言论自由的空间 另外第二点就是说 譬如很简单 我们选拘议会 我们其实是有我们的既定责任 第一个责任必定是以服务街坊为优先的 因为这一个是必然的职责来的 一难听说 即现实点说 这些都是你出了量 应该要做的事 主要的问题是 我们可以够胆说 我们很光明磊落 就是出这一份量 因为我们背后必定会 成立一个社区电台 成立这个社区电台 就是等于有个X光机 每天照着你两个人的肺 你明白吗 肺有没有滑 有没有吸过烟 街坊全都看到了 这就是支持民间电台最好的一个重点 还有我们也有个很简单的口号 就是用心服务 就是用心创造 其实包含了一个烂机 你知道我最重要的烂机 就是心声的问题 我们在节目最后 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个话 给大家听一下 好吗 用心服务 用心创造 支持民间电台服务社区 开放大气电波 今天特别节目的时间差不多 最后也送回首周博言 为我们民间电台写的台歌 希望大家欣赏